警方搜索道路基上河工廠密密麻麻的線路全都是用來道路訊號 警方表示嫌犯會透過第四台合法基上河道路訊號 再導入非法基上河販賣給民眾謀取暴力 犯險會透過第四台合法的基上河來道路訊號 加設基上河 那所得的訊號員會經過解碼來上傳境外的雲端伺服器 來規避警方查氣 最後再將訊號員與APP或超連結的方式導入非法的基上河 來販賣給國內的台灣民眾與謀取暴力 刑事局電針大隊持續針對博斯基上河經銷商製造工廠 營業處等地進行搜索 現場查扣基上河等物證 並從雲端電池記錄中發現 已售出基上河2667台 出估違法侵權市值超過新台幣537億元 針對博斯基上河經銷商製造工廠營業處等地執行搜索 現場查扣經銷貨及販賣機上河業者 劉信及張信兩名販賢 共計查扣機上河200台 交權說明書、銷售紀錄、電腦主機、手機及網路電池紀錄等任務 並從雲端電池紀錄中發現已售出基上河2667台 非法侵權的市值超過新台幣537億元 繼上個月破獲安博機房 警方再度掃蕩非法機上河 就是要宣誓打擊侵權業者的決心 也呼籲民眾切勿使用非法機上河 觀看未經授權的影音內容 以免成為侵權幫兇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